一是思 限 常是情 意 风华绝代的故事里 我们发现传统的时尚 解读现代的经典 走过时光 品味东方美学 呈现中国风格 对话古今服饰之美 让中国美给你看 依向中国 让我们进入骁勇之美 这也是容装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革新 中国正史《将相列传》中唯一记载的女英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军》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列传》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衣裳中国 让中国美给你看 朋友们好 我是李思思 卡萨蒂空气喜 护理衣裳之美 点亮盛装中国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 卡萨蒂独家呈现 美的姿态定是千姿百态 有的如花海盛放 直扑眼帘 而有的则从不期待惊鸿一瞥 而是像滚烫的烙印一般 持续不断唤醒 你内心的某种情节 在我看来 军容装就是这样一种美的存在 我常常被艺术作品的力量感所打动 感受那一种顽强 阳刚 无味的美 这种美融会于服饰中 塑造了一代代的中国绒装 并给予了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骁勇之美 关于什么是美 还是不是美 是不同时代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防护装具就是甲咒 它本身是一个 实用性 战争总有一个结束 当年实用的东西 今天会被认为 它是有美感的 在古代甲咒上面 您觉得最好的体现 是什么样的 威武 雄壮 还有有力 是一种阳刚之气 我觉得戎装和长城 有一种相似的力量 他们依然守卫着一个国家 百年 千年 一块块砖 就像铠甲上的鳞片 坚不可摧 我觉得你的设计里头 就有很多我们 展示男士的阳刚之气的 是 来到长城以后 我联想到了古代将军战士 保卫自己的疆土 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勇气 我也希望他们的这种勇气 用现代的与会 重新地演绎出来 给大家展现全新的容装 如果说美 是人类的一处精神世界 那么骁勇之美 就是这个世界 最强大的力量 从征战沙场的黄金甲 到与共和国风雨同舟的军绿色 如何将这骁勇之美 提炼呈现出来 对于今天的创演秀 我们思索良久 我想那一身身铠甲背后的故事 一件件军装 精力的风霜 一定会给我们一答案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 衣裳中国骁勇之美 历史空间 当我在寻找 古代骁勇之美的时候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 一场世纪辩论 这场世纪辩论 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辩论的双方是 戎装的两种形式 一种是身衣 另一种是胡服 这两者究竟有何不同 又在争论些什么呢 让我们共同进入辩论现场 我身衣 礼记有云 骨折身衣 盖有制度 短物见夫 长物披图 续刃 勾边 腰缝半下 我身衣 处处 他有 讲究 尺寸 长短都有 缘由 这讲究 得是一个 微妙 一丝 一毫 插 所不能让 多一分 放肆他不懂规矩 少一分 却是他不合理 战争的黄山 走后让一处击发 四名的军马 是军令城下 那我穿暖一般 裤脚四漆 等两件 是隔代 等长线 我是战争的长线 这满腹经纶的身衣啊 是长款 讲究 而这英姿 洒爽的胡服呢 短款 帅气 接下来 请双方便友 展示一下 各自的 设计理念 上衣或下场 谁不仅是戎装 一年有十二个月 对应神义十二福啊 就好比春夏秋冬 到底老天荒啊 一身上下天圆 低呀低也放 王权他至高无上 神义他为君王 照无灵光 他没眼光 乱改身一结局亮啊 此不来 终于暗示 我们的战场啊 长平之战的失败 千万不能忘 我不想再对你 顽固的是我分析 你要的尊严在我这里 我愿意 自由的支撑 在前场才是真理 但我们存在地 永远代表顺利 像飞驰的闪电 并为多安静 跟不上我 你可以再多些锻炼 可惜到达那个时候 你也看不见 我们走得太远 看你输得惨烈 原来这身衣 如此有身意 原来这胡服 如此豪气 世纪辩论 请继续 我的灵动和进攻 都无与伦比 随便你阵容都华力 击亏你防御 你的分析 太尺寸 接受我的降位打击 我来创造战绩 拿下胜利的战役 别陪我包抄 才发生我的战术高超 我是训练的骄傲 抗示战力高调 连波力防守都糟糕 却太多唠叨 叫狼烟无聊绕 只想胜利我操到 不停的进化 不停的冲 当我们拿下胜利 再轻松天生引用 当我们拿下胜利 人都现在太平庸 再速军力百战 不再像是开始上空 你们一场战役 都被我们打印 两个人一岁 没有起步像是花瓶 把他们击退 带来感慨去发明 保持应对 就是我的使命 行啦 两位 冷静冷静 别吵了 我先问问沈依 好 作为一个审美 跟你相差千年的人 我多问一句 放着这实用的短款不穿 为什么坚持穿长袍啊 人固有一死 但是死得死得有尊严 我们这身衣服 可以以文 可以以武 文可以并相 武能治君 讲究的是六阴六阳 古有十二月 说这个他都不懂 是规矩的意义的 还是生命的意义的 我只希望穿上这一服 跟我的兄弟 跟我的兄弟持胜沙场 保护他们 说得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胡服的实用性 确实要大于深一 这也是容装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革新 这一次革新 不是为了视觉的美 而是实用 所以两位没有对错 没有输赢 而是时代 做出了他的选择 在中国正史将相列传当中 有许许多多位英雄 而其中有唯一的一位 被单独列传记载的女英雄 叫做秦良玉 她的骁勇之美 像一抹胭脂 但是却是用鲜血染成的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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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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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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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说起女性的骁勇之美 它可能就像皇帝对秦良玉的嘉奖一样 我们看到了巨毛文样与彩凤文样的结合 体现了女性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无穷的生命力 在寻找骁勇之美的路上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它发生在汉代的一个边远孤城 城中的汉将被匈奴围困了数月之久 激临崩溃 不幸的是皇帝突然驾崩 局势动荡 旧兵迟迟不到 城中已经绝望的将士 在面对着怎样的绝境 又是谁让他们绝望的 又是谁让他们继续骁勇的 见过耿校尉 校尉 上次大战在下有幸目睹了您在战场上的英姿啊 当日您身穿林岭铠甲万夫不当 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只可惜您今日深陷于此 粮草不济兵马疲软 就连您的铠甲 也被我匈奴的利剑射穿 别摸了 他配不上您的英姿 在下深知校尉心中之报复 天下一支校尉心中之壮志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呀 要校尉什么样的君主 才能够完成心中的报复 在下所知 现如今中原的朝廷是昏庸腐坏 你们的皇帝高高在上 贪生怕死无所作为 在下试问 耿校尉您在此地奋勇杀敌 不屈不挠 朝廷当中可有谁人知 皇帝又可曾派一兵一将 救您于水火 小尉 我们蝉鱼对您是向往已久啊 他希望邀请您一起 资以人生策马草原 只要您肯点头 我们蝉鱼愿赐两枚 披战甲封您为王 您不用着急大悟 好好考虑一下 在下以为人生苦短 如果要追求那些 得不到的理想 反倒可以换一个活法 潇潇洒洒 耿校尉 麒麟则主 您总听说过吧 望校尉 三思啊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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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君 你是不想要这大汉的铠甲了吗 将军 不可啊 将军 有何不可 将军 你不要再劝他了 他已经另造民主了 将军 真的吧 将军 您可是和我们说过 咱们宁死不祥啊 兄弟们已被困数月 早已没了军粮 我这铠甲后世纪 总能煮出个寿金皮革 有何不可 将军 我们都知道您严幼丧父 这身铠甲 是令尊留给您的唯一遗物啊 三代家传啊 您怎么能 是呀 他已保护我多年 但也许今天 就是他最后的使命 将军 不可啊 不可啊 将军 要我说将军做得对 我们就应该向缠鱼投墙 皇帝老儿死了 有谁还会管我们 爹 爹 我来管 自从我们身披铠甲 我们的命 就是为了守护大汉的 没有粮 但我们有勇气 没有援兵 我们就靠自己 先皇驾崩 匈奴正虎视眈眈 现在正是我大汉 生死存亡之事 我大汉将士 致死 不为大汉吃 我大汉将士 致死 不为大汉吃 冲啊 杀 杀 臣觉得如今的梗弓 就是一颗气责 陛下 与其步步后退 不如直接舍轻 是啊 这是一场必败之产 放手吧 不必救 陛下 请听我一言 这些将士为了大汉 远离故土 浴血奋战 将自己的生死 交给国家 如果今天抛弃了他们 如果今天抛弃了他们 将来大汉再遭外敌 还有谁 愿意穿上这副铠甲 请皇上三思 即刻发兵 迎接大汉的英雄 回家 启曰无意 与子同堂 启曰无意 与子同堂 启曰无意 与子同堂 热血将士披甲上阵 以骁勇之魂点亮历史时空 这样的情感 我们并不陌生 我常在想 或许是这份情感太过浓烈吧 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掉 君荣装本身的美 其实除了实用和保护的功能之外 她美的眼睛历程 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各类服装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 依上中国 骁勇之美 匠心空间 这组绘画向我们展现了 我国古代容装的演进历程 它出自上海戏剧学院 刘永华教授之手 您会发现 我们印象中铁灰色的铠甲 在它的笔下 是时下流行的壮色风 这组绘画也让骁勇之美更加具象 也给我们今天的创演秀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美学元素 在现实生活当中 除了这些绘画 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位朋友 他用画笔无数次的描摹 用铁锤无数次的锤打 将这些铠甲一一复原 有请铠甲复原者温辰华 欢迎文先生 谢谢大家 看到您复原的铠甲 重现在我们衣裳中国的舞台 我的感受只有八个字 甲光向日 勾成荣光 真漂亮 真帅 谢谢斯德老师 你到目前为止 复原了多少套铠甲 十一年做了几千套铠甲 有四十多个款式 你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些铠甲是包含了多少个 朝代的铠甲呀 我今天带来了十四套铠甲 从秦一直到明 这些铠甲的材质 包括金属 皮革 布料 每一套铠甲 都是有考证大量的资料 同时也参考了 刘永华老师的军容服饰 您最喜欢哪一套 我最喜欢的肯定是 身边的这一套 这位将士出场的那一刻 你猜我想到了谁 蓝灵王 因为传说蓝灵王 就是因为长得很帅 所以他在上战场的时候 要戴着这样的面甲 是的 这个面甲 不光有对面部的保护 同时也要震慑敌人 增加这种心理上的威严 而且其实我注意到 他的这个腹吞也很特别 是狮子吗 是的 受吞是唐颂 开始流行 他和我们看到的门环铺手 我就想说那个大门上的铺手 很相似 对 门环铺手 就是正在增加心理庇佑的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这个狮虎的形象 本身就有一种守护庇佑的感觉 要说我还有好奇啊 就是这位将士 完全是铸布做的是吧 是的 他就是中国特有的铸甲 他也是在唐代的唐六典 武库令当中有记载 十三种铠甲其中之一 主要流行在圣唐高中和武则天时期 这样子铠甲呢 它其实也是有防御 但是它主要还是用于训练仪仗 这样的礼仪性的装备 这样的一个捐甲 呈现了我们圣唐圣世时候的审美特点 要说到下一个铠甲 我就特别想说这个 看到这个铠甲 我就想起了那句话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就是黄金甲吗 它的名字可以叫黄金锁子甲 但其实呢 刚做出来的青铜 就这样子金光闪闪的颜色 然后我们看到的那种 就是文物的青铜 那种生灰绿 其实是被严重氧化厚的 有没有真正黄金做的铠甲 因为黄金的材质太软 不适合做铠甲 但是用黄金做表面涂层的铠甲 比如说乾隆皇帝的铠甲 好漂亮啊 乾隆皇帝的铠甲 是目前唇世最完整的黄金甲 也是最高级最复杂的一种 乾隆皇帝的审美 在这套黄金甲的身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的 就是乾隆皇帝的铠甲 还有咱们这一套铠甲 都用到了大量的零配件 比如说我们这套铠甲 就有超过五千个零部件 也是我复原的所有铠甲中最复杂的一套 请问一下这个甲片是怎么制造而成的 这个甲片呢叫锁子甲 应该是唐初就有了 然后流行于唐宋 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 仅仅只是正面的 它背面什么样子啊 没有图文资料 但是通过我们的推测 还有就是大量的实验 我们模拟制作了背后三角形的勾连 让我们做一个甲片部分更形象的演示 来 有请 这个呢就是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 通过有线的正面 我们去推测它的背面是什么样子 就现在呈现的出来的效果呢 它是非常的柔软和灵活 非常柔软 这个我的感觉是非常的重 但是它还是可以折的 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您看这个 它这就是 其实是和这位将士身上穿的这个裙甲 是一个位置 所以它很便于我们的将士行走 或者骑马 是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 就不借助其他任何辅助的材料 和工具的情况下 互相勾连到一起 而且这个其实有点像 我们中国的这个笋卯结构 我们有参考笋卯结构 然后它是一桩蓝钗的 我觉得古人的智慧 传承到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是的 要说还有一套铠甲 让我很好奇 就是这一套 这个铠甲重不重啊 挺重的 听说这个面甲 是可以折叠的是吧 可以翻上去是吗 它可以上翻的 这个不作战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装备 对 这就是宋代五斤总药当中 提到的布人甲 布人甲 也是中国古代最重的铠甲 宋代就规定它的重量 不能超过宋斤五十八斤 接近于今天的三十公斤 这套铠甲就是三十五斤重 一套铠甲三十公斤 相当于六十斤 因为宋代他必须要用 大量的布兵截阵去对抗骑兵 骑兵冲锋 它其实是气势 就让布兵失去了这个 落荒而逃 对 气甲而逃 可以把他们给吓跑 但如果说布兵有重铠甲附身 然后密集截阵 长枪巨马 骑兵是不会直接往这个枪头上撞的 所以这样的铠甲 其实一方面是给了战士 获胜的信心 同时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和信念 去对抗骑兵 对 能给我们做两个动作吗 来 有请 帅 谢谢 再次谢谢温先生 就着您复原的这些铠甲 给我们做的讲解 每一个细节都用尽巧思 这也是我们实用美学 在铠甲上最好的体现 刚才您在拆解每一个铠甲的用途 包括铠甲的制作方式的时候 眼中的光芒也是让我觉得格外的动人 我是从小看着《连环画》 《三国演义》《岳飞传》 长大的 我和所有的男孩都一样 其实内心深处其实都是有一个英雄梦的 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 我是没有机会成为英雄 也不大可能成为英雄 但是仍然对这种英雄梦有幻想 我也当了三年兵 在穿军装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很接近英雄的 当军装脱下以后 我又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对铠甲的喜欢和制作 始终都在我的生活当中 通过对铠甲的制作呢 我觉得我不能再穿军装 但是我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延续我的英雄梦 其实我在查阅古画的时候 有一幅壁画 宝宁寺的水路画 叫一切为国捐躯 将士种画像 会新生继位 会有莫名的激动 我觉得当触摸到这些铠甲的时候 就想到它在中国古代 所承载的保家为国的责任 然后我觉得在我身上 也是应该有延续的 虽然可能就是 我不能真正地去做到这一些 但是心向往之 然后其实也是 心里头有一种不服气 因为在欧美 日本 他们是有很完整的 这个铠甲的传承 我们从古代到今天 有上千部的兵书 这些里面都有提到铠甲 但是我们已经看不到 这些铠甲的情况下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接近 然后通过自己的观察去模仿 然后去找回我们 曾经拥有的这些铠甲 我们今天说的金人 在百年之后 就是后人说到的古人 我在想以这样的历史观 在看的时候 可能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复原 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研究 都是为后人照亮了一条路 让他们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 做的比我们还要好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 肯定是有很多不足 也有我的可能一些错误的理解 但是我是希望通过我们后期的实验来验证 也希望通过把这种方法 分享到更多的人 让大家参与进来 然后有更多的人 是互相地去支持 揪篇 让我们无限地去接近历史 去还原真相 让这一份记忆不至于再度失传 说得好 谢谢 谢谢温成华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一路走来特别不容易 因为目前 对于古代铠甲的研究资料 和现存的实物实在太少太少了 所以这是一场看似无限接近 却又永远无法到达彼岸的战役 正所谓精华在彼端 直尺 降心难 再次谢谢你 谢谢 卡萨蒂空气喜 让高端衣物护理回归家庭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月想衣物护理极致体验 卡萨蒂空气喜 护理衣裳之美 点亮盛装中国 这里是衣裳中国 我是李思思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 卡萨蒂独家呈现 骁勇是我们的英雄浴血沙场的赞誉 而我想比赞誉更重要的是铭记 对于我来说 因为从小出生在部队大院 所以对于父亲和爷爷 最深刻的记忆就是 他们永远威武的军貌 和时刻笔挺的军装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嘉宾 他又一次触动了我 因为他让我看到 军装除了是力量和威武的代表 同时它也是一份温暖的治愈 让我们欢迎军装收藏爱好者 张浩福 张浩福 你好 叔叔老师 欢迎张叔叔 你好 您好 张叔叔您好 你好 您好 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是来自古城西安 张浩福 退伍军人 欢迎张叔叔 在您收藏军服的这个历程当中 您统计过我们大概收藏过多少套军服 一千多件 一千多件军服 你看现在我们大屏幕呈现的都是您收藏的军服 是不是 是的 我跟大家透露一个细节 因为之前我们要拍摄军服的照片 所以您要把您收藏的军服都拿出来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 然后我们说 是不是可以请张叔叔的家里人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他 张叔叔断言地回绝了我们的想法 说这些我都要自己慢慢整理 为什么 他们不懂得这珍惜 所以他有时候下手比较重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就把这个军服拽扯了 这老兵给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咱们有责任把它就是保存好 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收藏军服的 我父母也是军人 参加过抗武援朝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军装 后来我当兵当了三年 绝对没当够 军装在平常人眼里 它就是一件衣服 但对于我来说 我看到老兵的青春 我的收藏就是收集我父亲母亲的军装开始 下来我就收集了更多老兵的军装 所以是不是跟这些老兵去收军服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拒绝 对于他来说 军服就像是自己的宝贝一样 是的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很支持我 有一次我看了一本杂志 庄家老兵寻战友 然后穿了一尺庄家兵的军服 特别威武 但是庄家兵这个军服特别难找 比较稀少 因为他平章上面有两个坦克 然后底下有个电话号码 我电话一拨通 你说你是 我说我叫张浩普 是退伍军人 我喜欢收藏军服 我说我想收集你那个庄家兵的军服 他说你这样吧 你把你的那个家里的住址 和那个电话号码给我留一下 没有机会我过去看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收藏军服的 过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接了个电话 但是那天下大雪 他说小张你方便吧 他说你要方便的话 我到你家去一下 我说行吗 我就去把老兵寄到家里 我马上把我收藏的军服就拿出来 我把这个军服 大概发展室给他说了一下 然后他就从这个衣服 把衣服解开以后 从里面那个兜 拿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 这是装甲兵的领章 你看有坦克挺漂亮 这是奸掌 这是开坦克穿的军裤 我说这些都是你们留下的 都是很珍贵的 你为什么舍得送给我 他说你是收藏的 在你这儿我能看到 放到别处我可能就再看不到了 这一过就是四年 有一天我又接到电话 他说你方便吧 我说我方便 他说我一会儿就到你家 然后我心里嘀咕 我说会不会 老兵要回去 要回去 最后老兵来的时候 我把那个军服 跟那个奸章领章摆到桌子上 老兵就拿这个手这样扶着 他似乎像这个领章奸章 军服告别的感觉 他完了 他说我就走了 你不要管了 然后我就送到楼底下 从此我们也就再没见上面 两年以后 我又举办了一次军服展览 我给老兵打电话 等了半天 阿姨接了电话 她停了一下 说两年前人已经不在了 当时跟我心里有空洞 心里非常难过 我说阿姨我知道了 她说走的时候 她让我谢谢你 所以您大概也是后来才意识到 这位老兵当时 在看到这个军服领章的时候 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太好 所以她希望自己在 还能动的时候 再来看一眼 来和他们告别 这个收藏不只是留给自己的记忆 也是希望把这样的军服 展示给更多人看 所以会办很多的展览 最长的展览会办多久 最长的展览是113天 当时是陕西省军区政治部 跟陕西省科技馆 找到我 说咱们三家联合 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 本来是一个月 进了社会团体学校 小学 中学 大学 老兵 预约就不断 最后一直延长到113天 有没有一些画面 您特别的印象深刻的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小学生 来了有大概有五个班 当时人非常多 他们在参观的时候 在做记录 当时也没有桌子 他就拿着这个本子 放到前面 学生的这个肩膀上 在认真地做记录 当时我也深人受感动 我觉得我这个展览之 刚才您说来看展览的 也有老兵 老兵 看到一个老兵 拖着这个拐杖 这样抖着走 然后这个左手 扶着这个展桌 艰难地往前走 旁边还有两个士兵 要扶着他不让扶 当他走到这个1955年 军服跟前 他眼睛在那看 他说的 这个军服我穿过 但是也是搬家 多少次找不到了 我想 穿这个军服 照张相 他用这种 期盼的眼光 看着我 我说手掌没问题 咱马上就照 咱这老红军 胳膊不太灵活 我说你不要动 我们俩把这个军服 就给它装装好以后 五个扣子 加一个风筋扣 扣上 这个老兵他有个习惯 你讲究军容风筋 他就每个扣子摸一下 看是不是扣到位了 然后习惯的 把这个风筋扣 就来扫一下 所以我们就给他扣上了 一扣上以后 他露出了一个 很高兴的这个 现在可以吗 我说可以 然后灯光一闪 然后我们就给他 折扣的时候 他就是反正 有种感觉是 不舍 看完以后 说了很多话就是 大门好 好 这些故事 一直打动了我 受唐军服的困难再大 我都不怕 您刚刚讲的画面 就让我想起我爷爷 我爷爷也是 他这辈子最宝贵的 就是那件军大衣服 然后他说 他说穿上军装的人 一天穿上军装 那个军装 就像长在身上一样 变成了皮肉 连着骨头 所以爷爷知道 最后一刻 他希望他是穿着军装 走的 我相信 把军服交给你的每一个战士 每一个老兵 与其说交的是军服 倒不如说是一种托付 把所有的记忆 把所有的感情 把所有的信念 都托付给了您 是的 在您收藏军服的过程当中 您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温暖着这些老兵 每一个把军服捐给您的老兵 您都会留下他的电话号码 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一般这个 搞这个展览 就是一般的八一建军节 比较有意义 他们会留话说 你要不跟我讲 我要知道 我不高兴 因为他把军服亲自送给我 我就承受这个诺言 我就要通知他 在西安这个天气 八一会儿特别热 他们来了以后 气喘吁吁 我专门备了个氧气包 来的一会儿 就是不太好 能吸个氧 我把氧气包给他 他说我不要 从口里掏出这个 塑造就学完 说我有它我不怕 看完这个军服以后 就嘱咐我 下一次展览的时候 你记着啊 一定通知我 我说没问题 一定办到 所以每一次您留下那些电话号码 就是每一次做展览 都要按着电话 去通知每一位老兵 是的 有时候一打电话 说我去不了了 我谢谢你 祝你成功 然后电话一挂 我就把这做个记号 下次还要通知他 虽然他来不了 但是我还要告诉他 之后有很多就是 你已经不在了 说是你宝贝已经不在了 我说你为啥不跟我说一下 他说他怕麻烦你 他联络的时候说了 电话再来的时候 一定说我谢谢你 军服收藏的越来越多 老兵去世的也越来越多 这些话其实也是激励着您 一直坚持自己收藏军服这条路的动力 是的 我跟我女儿交代过 我说爸爸这一辈子 就干了这一件事情 到你这块你一定给爸爸保护好 到一定的时候 捐给国家 国家会把它保存好 让他为下一代传承老兵的信仰 老兵的精神 老兵的坚强 让他看到祖国的强大 人民的幸福 军队的发展 老兵的青春奉献给祖国 虽然时光流逝一代的老兵 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我们欣喜 并且欣慰地看到 有一代又一代的新兵 接续着老兵的信念和信仰 像他们当年一样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守万里疆长 护山河无路 我想这就是共和国一路走来的 骁勇之美 我们是中国军人 我叫李念兰 今年二十岁 是西部战区陆军的一名狙击手 我叫谢国胜 今年十九岁 是西部战区陆军的一名重要车驾驶员 我叫李甜甜 是北部战区陆军 一名边防军人 我叫周阳黄 今年二十二岁 是北部战区陆军 一名边防军人 我叫宋锦瑞 是北部战区海军 某区逐线支队的一名 舰艇操作兵 我叫王楠 是南部战区的一名特总兵 我叫宋锦瑞 是南部战区的一名特总兵 我叫塔尔胡特克勒 是南部战区的一名 特总兵 我叫高欣舟 今年二十三岁 是一名海军陆军员 我叫齐义飞 今年二十岁 是海军陆战队一名战士 我叫王颖伟 今年二十三岁 是某空中突击旅 一名军手 我叫尹派 是中部战区第八十三集团军 某空中突击旅一名飞行员 我叫藤飞 今年十九岁 是中部战区陆军 第八十二集团军 某旅为何战士 我叫刘娜 今年二十二岁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部战区的一名通信兵 我叫朱喜伯 今年二十三岁 是中部战区陆军 第八十三集团军的一名炭兵 我叫高露言 是中部战区陆军的一名炭兵 我叫贾一龙 是中部战区陆军的一名炭兵 我叫贾一龙 是中部战区陆军的一名炭兵 我们是中国ça 此刻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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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报备祖国 辞ivi ¿好oba 此刻准备战斗 近慈zk 今天这期节目 我一直在想 什么是骁勇之美 它是锻造铠甲 满是老茧的双手 它也是身披戎装 长在身上的皮肉 它更是顶天立地 报效祖国的脊梁 这是真正的骁勇之美 我们也希望把这种美 呈现在衣上中国的舞台 呈现在我们的创演秀中 那接下来 我们要为大家隆重推荐的是 衣上中国骁勇之美 主题文样 凯甲兽吞文 曲自数百年前的清代戏曲大凯 它凝聚了时光中的骁勇之美 兽吞取形象于人们喜爱的吉祥润兽 威猛勇敢 此外 它还能在铠甲的身体关节连接部位 起到防护作用 代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美 衣上中国仅以铠甲兽吞文 标记骁勇之美 主题文样 也欢迎亲爱的您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衣上中国互动小程序 了解文样背后的故事 定制属于你的 骁勇之美 骁勇之美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 更是一种勇往直前的态度 我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 能够把这种骁勇之美 充分地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古代铠甲上的尖吞 我觉得这个和古代铠甲上的 护胸很像 更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设计 换起大家对容装的记忆和敬仰 王老师他说 希望用公安大学的孩子们的体现 他们的确用他们精彩的体态 和犀利的眼神 让我感受到了这份骁勇的感觉 这一次的秀演是区别于以往不同的 它更强调的是一种整体 我们希望这种整体的更 给大家带来一种凝聚力 这也是我们所理解的相容之美 能不能完成 能不能完成 能 就对了 好 知道吧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依上中国审美解读人 范迪安 看过秦始皇陵 兵马俑的朋友们 都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军阵 而且是一个个 披甲之类的将士 从个体到整体形成的气势 堪称排山倒海 波澜壮阔 如果我们把镜头聚焦于这些 兵马俑将士的身上 就会看到他们身上穿的铠甲真衣 因为这种服装是勇士精神的体现 而且还浓缩了历史的风云 我自幼就喜欢中国古代的边塞诗 当我读到王昌宁写的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读到李白写的 百战沙场碎铁衣 这样的诗句是 我就会遥想 古代的金甲铁衣 是怎样的形象 它又具有怎样的美的内海 其实中华的甲纵 不管是用于实战 还是用于仪仗 每一缕亏阴 每一根翠绫 每一块甲片 甚至是配饰上的 讽刺 受吞 祥云这些图案 都体现出独特的中华审美 《长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需要英雄装 中国的农装设计 可能是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领域 但是从古代到现代的农装设计中 我们可以看到既有时代的特征 又有贯穿其中的 一种独特的美感 那就是骁勇之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要谢谢此时此刻在舞台上为我们呈现精彩表现的我们的舞蹈演员和各位模特儿 辛苦你们 再次谢谢你们 我常常觉得岁月也许会退去容装的色彩 却永远无法退去中华民族的骁勇底色 这里是《衣裳中国》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地独家呈现 卡萨地空气洗护理衣裳之美 点亮盛装中国 我是李思思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好